請來 抱歉,抱歉,我們又起立一下 和總理,請來 請來 請坐 各位動心 在這個時候,來跟大家拜一個晚年 今天這麼窃口而已,也不算晚 希望大家在兩年這年 哪像飛龍載天 有真好的精神 為我們 台灣民政府,來奮鬥努力 讓我們的辛苦,比久年 要到 讓我們覺得 有更大的進步 很大的進展 最好,我們可以在 今年裡面 完成我們民政府 來 完全 初代 共和民國 來抵立我們台灣 讓我們台灣 更快 更快 走進去正常的歸道 這是我們所願望的 我們在新家年頭 大家 用這個心情 來期待 今天 坐一坐一坐一坐 將近200人 我很感謝 站在這裡看到每一個人 精神很好 很感動 像我們去日本 一百五十個人 坐在 雅斯庫尼 人家 那個大廳 剛才一百五位 坐一坐一坐 旁邊 才是一個 日本朋友 那個中文 我也很感動 像我們那幾天 在日本所表現 每一個人 都是可圈可點 我出門的時候 是戰戰爭爭 當秘書長在給我們 反賞的時候 在電飛口 我們坐電飛 買到這個 香港議長 坐飛機的時候 他一天拜託 我面試就練出來 因為 這個警察頭 非常燈當 出去 成功 實在失敗 不知道 所以每一個司機 都是戰戰爭爭爭 每一個街端 都是非常小心 一步一步 很豐富 天佑台灣 天佑我們民政府 天佑TCG 所以我們每一個街端 都做得很圓圓 我回來的時候 入鄉山基町 秘書長在迎接的時候 我一個石頭 心中的一個石頭 放下去 非常輕鬆 回到我們田教授 我們女人說 此行成果非常豐盛 達到預期的目標 我們這地方 日本友人 把我們很大的幫忙 我們記住 天皇 天皇陛下 他也面對我們 跟我們說幾個話 看來我們的旗 看來日本旗 我看太祖 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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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太祖 弟弟 和他弟弟的家庭 大家都祝福我們這個旗 我覺得 齒行真的 不同凡想 引起日本的這個政界 天皇家庭 天皇家庭 會祝福 所以我非常感謝 在這裡再次感謝 我們150個代表 這邊去日本 此生 真的是 覺得非常感謝 很感謝大家的配合 今天 我首先要說的 就是我們民政府的 行政人員 要注意什麼東西 我們民政府的行政人員 高級行政人員 重點就是 每一個 都是政府官的儲備人才 政務官 部長級的 聽長級的 政府官 和政府次長 都要是政府 政府官 政務官 政党 政府官 就是 政典 他的認識是政策 這點找 ك 政党絆… 政党倫體 政党的 這個政黨的時候,他認明的都是他的 這個政黨裡面的一些人材 所以他要認識說這個政黨,他的政治主張是什麼 這個政治主張跟這個政治社會 中國國家的社會環境,是相當的配合的 所以我們政府跟修正要知道什麼 知道我們法律建國律師,就是聯合論事 我們秘書長跟何瑞賢君,已經在過去五六年 七八年裡面,把這個論事做得很完美 很完整,過到美國去,過贏了 我們可以過美國政府,給美國的罪惡法人 或是肯定法人,跟我們做政策的判斷 說我們台灣人,那就是不國際 Stateless 台灣人,不國際性的政府 當然人在這六十幾年來,生活在國民黨 或是台灣美國體制的政治令的中間 這款的判斷已經是,可以說,在美國 政界的任党了 或是如果我們憑這些東西,我們去 日本,把日本推出來,我們要來幫我們倒三天 這款的政理論事,這款的重點 就是,我們法律建國會的行員 或是我們民政府的行政政論 首先要對這個東西,有一個充分的了解 然後,經過我們,經過的政理論事 我們希望說,政府官一定要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就是,你的態度 這個態度,真是我們現面向常說 我們想說你忠誠的態度,這是態度 忠誠,對這個論事,沒有發揮 對民政府的所主典的,沒有發揮 百分之外接受,要忠誠 忠誠台灣,忠誠TCG 甚至於,有適當的時機,適當的期間 這個被佔領期間,我們忠誠USMG 忠誠美國軍事政府 我們對中華民國沒有去忠誠 但是,我們對USMG有適當的忠誠 暫時性的忠誠,暫時性的效忠 對日本天皇,我們也有一種類似程度的忠誠 我們為了這個台灣,為了本土台灣人 為了TCG的目標 我們一定要忠於TCG的整個體制 這是我們做一個民進行政政論 一定要受信、要有的態度 另外,你執行工作的時候 你做工作的時候 處理事情 台都一定要很嚴重 台都很嚴重,才有辦法把事情做好 處理相關的人 這個台都要尊重 保障尊重 這是根本上就是說 你對出師跟出人 會有一種忠誠,這都沒有問題 我相信,每一個人的動心 都有這個基本的了解 這是態度上要忠誠 這大家都可以了解到接受 第一要了解就是說 你要有地式 要有真正的地式 要有真知著見 每一個人在一個工作工尉上 對他的工作的內容 要有真正的知 因為什麼 每一個行政議員 政府官 都是在執法 都是執法 都是執法人員 我們的法令規章 細如牛毛 這個細節很多 但我們將來是要用什麼 美國的 現在將來有可能用日本的系統 所以很多法令規章的規定 都很細密 細膩就對了 真有真有 所以這個細節很多 但是這個執行過程裡面 跟社會的現象 跟人的生活 有時候是沒有辦法兜的 我都很配合 特別是我們去到NUK 去到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NUK以後 很多我們的價值的判斷 價值判斷 跟屬非的判斷 都錯亂了 我們的價值系統錯亂了 是非對錯都沒有分別清楚 因為什麼 他的司法是 因人而異 選擇性判斷 所以我們的人 怎麼都是非錯亂 是非對錯都已經搞亂了 這個價值系統混亂了 明明這個規章都可以 現在還不行 歷史這樣 會給你們指責 所以我們執法人員 對這些東西要堅持 要堅持 然後對這些細節 跟現象 社會觀念 不一樣的事 我們要用苦口婆心去說明 然後 很多錯誤的問題 都在這個細節裡面 在執行中間 有發生誤差 解釋不一樣 所以觀念就不一樣 執行就不一樣 結果可能就有誤差 所以 一定要對細節的東西 很注意 所以我們的草擬 這個公民權力法案的心 是要用漏漏的時間 三四五個時間 每一禮拜 十個人在那裡一直討論 一直討論 當然我們也覺得 我們的能力油涵 我們的觀念 可能有問題 所以我們也送給美國 審查過 修改兩次三次 這麼痛過 這個情形就是說 這個法令這個東西 法令這個東西 不管是創製 還是說修改 都是很大的工程 這裏面 人家說魔鬼都是藏在細節裡面 魔鬼就是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東西 會藏在細節裡面 一樣的細節 某一個解釋跟某一個解釋 不一樣 根據的法理哲學 法律哲學 是不一樣的 往往有這個爭論 所以最後結果 需要大法官來解釋 根據法哲學 來做解釋 提供給行政員做參考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的執法中間 我們一定要 地執要有夠豐富 地執要有夠豐富 地執要有夠豐富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要看出什麼 看出 社會表象 背面的本質 那個本質 這是我們所需要去探討的 本質 難難了解 才有可能做正確的改革 當然有政客的改革 我們的行政效率 才會提高 所以每一個人 在工作工業上 一定要不斷 來提醒自己的水準 第一次的水準 像說 我在這裡的演講 我跟他都說 我們看著說 土地執的水 一共也是 漲價歸公 但漲價歸公 這個東西 是一個漲言法 事實上不是漲價歸公 是漲價歸私 因為你要了解 經過的這個土地水 裡面土地水 是很高的 但地執的水 是很低 地執的水 差不多在台北市 七萬分之幾乎等於零 所以 你要把這兩個水 放在那裡來看的時候 漲價的地執的水 是每一年要求的 但是土地執的水 是你賣賣 跟耳傳定期的水 才就要求水 這個過程裡面 變成說 我幹水 我就是因為 放在那裡 每年要叫他地去水 很小的 很低 但是我們要遺傳 我們賣掉的時候 那裡經過水很高的水 我就賣賣 賣賣賣 賣賣時 大家都賣賣 變成說什麼 經濟學上 經濟理論 他們說,他的公職就很少,量就很少,你一直去住一直去住,但是不負人要捱,但是輸求一直在增加,他們什麼? 都市發的關係,所以房子的算是,這幾十年來是子障不跌,就是這個現象,要怎麼回賣子障不跌? 要怎麼回到合理的教會時,我們就主聽說,你拖到這個時候要降價,甚至要出銷,你拖到這個時候是無理的,意思是嗎? 因為,就是你10年前買一間出,一百萬,一千萬,10年後你是下跌到六百萬了,你賣掉,你還要加拖的時候,這就不合理,類似這樣 但是有多少人看不出這點,你要研究這個問題,是要全面性的,把那個社稚農創造型情緒做,哪一農區漫創造型情緒做,這才會知道 這個問題,我30年前就一直寫問中寫這種時候,沒辦法改就沒辦法改,因為什麼? 靠著什麼?靠著既得利益,所以我們既得利益沒辦法,既得利益的力量很強的,你要修改的時候,永遠不可能修改 所以就有很多變動的,變通的東西,這幾年這個政府做了很多變通的東西出來 但是都不是真的的修法,不是真的的稅制改革,所以效率就拿不到 不管,這部分,這部分可以完到這樣,從2000可能年第2個月,6月開始 一直大大小小的城堂 看起來,這個市民像今天,不如說什麼,美國可能會計算QE2 QE3,它的QE1是發行一兆七千五百億的新的鈔票 QE2是發行六千億的新的鈔票,庸眾發行兩兆,發行兩種三千五百億 微金去買金買貨。買行 government貨幣責貸 wannI díu 裡面造成什麼東西 就是說有相當程度的物價上漲的現象 現在又發生 如果是一條話說 我剛才說過 最大的衝擊不是在美國 不是在歐洲 是中國 是要讓中國人民幣升值 給的經濟垮掉 不用再困擺這樣 所以這東西就是涉及很多經濟理論 我就不便 還要講起 我意思說 這東西牽涉很寬 很寬 所以喔 我們 對這個東西 有了解 有清楚了解 就無法改遂 無法看透它的本質 所以我們每一個民進會官員 在你的個人的工作崗位上 你如果是管林務的 你就對森林的問題 要去開始收集文獻 開始研究這個東西 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之後 你拿出這個方案出來 有什麼後續的影響 有什麼後續的效果 這個影響或者效果 是正面的呢 還是負面的 如果是正面的 多於負面 那這個可以執行 如果是負面 多於正面 那這個就要改變一個方式 這都要去用研究的方式 用研究的精神 去做這樣 我們未接到政權以前 這些東西 都要把研究清楚 所以我們核軍 一載 載三 講一些很多問題 財經問題 我知道 我過去都有做的原因 我拿著看 我都嫁回 他說應該把它分裂 讓大家來參考 大家上網去查 就可以查到我過去寫的文章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慢慢 有一天 我們做時間精密出來 讓大家 在網路上就可以找到 這樣 所以就是說 真知著見很重要 經濟現象 經濟現象 是這樣子 這個其他的環保問題 跟人民生活相關 這個有關交通問題 也一樣 我們交通問題 的概括 也是很複雜很困難的 環保問題 也很複雜很困難 我們希望什麼 我們希望中南 有一天 台灣這個波動 像牛蛇人 這樣 牛蛇人沒有污染 結果海關清晰之一 你去到海岸的時候 都沒有看到什麼垃圾 沒有看到什麼魚的死體 海邊都沒有這個魚的味 在歐克蘭 100萬人口的地方 它的海灘很清潔 你看我們台灣四周的海灘 都垃圾 不就是漂流木 不就是垃圾 不就是塑膠袋 到處都有垃圾 這種不是一個 進步國家 應該有的 我們台灣希望進步到有一天 我們像牛蛇人這樣 我們沒有化學污染 沒有空氣污染 沒有那種複雜的 那個廢棄物 在外面流通 所以這就要很用心去思考 環保方面的工作 另外我們要建設台灣 做一個很美麗的步驟的時候 我們需要什麼 需要公園、力地和鮮林 公園、利利跟森林 是根本的東西 我們台灣本身就是這樣 本來就是這樣 在五十年前、六十年前 要有的經濟開發疫情 我們台灣以前就是 這種很美麗的地方 沒有污染、沒有垃圾 沒有什麼垃圾 沒有什麼塑膠袋的東西 海邊也絕對沒有很多垃圾 相機是有魚丝 沒有去撞起來 但六十年的經濟發展 發展到這個庭頭 變成說 截則而語 把整個社會成本 弄得非常高 輸進賺到很多錢 工廠給他賺到很多錢 要社會成本 讓我們社會來行動 這是普通的一個境界政策 所以我們將來要做一些改變 所以我們總體政策 還是這方面的環保政策 都要當作來輸酷 我們解連立方式是 跟我們十條連立方式是 是同時解決連立方式是 不是說一條一條改 我們在學校就知道說 連立方式是求解 一定是同時得解 不是說一條改改 這兩條改到一條 所以我們將來的建設是 齊頭並進 每一個單位的工作 都要做到很好的 這個社會才會進步 我們才有可能 實際說台灣變成那些東方的瑞士 其實是說這個藍半球的紐西蘭 我們希望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平靜人材 我們的政務官 子監環眾 現在開始就要思考說 你所要做的 你要怎麼去達成那個目標 所以我們說 忠誠態度醫學 要有這個地識 你知道嗎 要學習健康的表達能力 你在表達的時候 不可以說說不清楚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做一個行政官 我們一定要對下屬 下命令 民政公文層上來 你要批的 批的時候不能模擬兩可 因為你批的 因為你批的模擬兩可 底下沒有辦法執行 這很明顯 另外就是一定要做好的溝通 溝通有固然裡面 好幾個層次 至少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你就要對上面溝通 你所主張的 跟你的長官要去溝通 比如說 你是這個廳長 廳長的時候上面有周長 周長的主張 可能跟你廳長的主張不一樣 如果你的租長是完全健康的 你經過相當研究的結果 你覺得說 上面的主張是有問題的 你要具體力爭 今天講一句話 講一次 讓他去思考 他可能不同意 隔一個禮拜再講一次 當你第二次講的時候 他會想 可能我錯了 不然他怎麼這樣堅持 一個聰明的長官 他想說 他怎麼說第一次 我就跟他說不好 他說第一次 我會再想看看 他去問別人意見 你如果說第三次的時候 他說可能我真的是錯了 但是你在說第三次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頭前你說的理由 可能要再做一個補充 補充了的時候 補充了的時候 長官還是發現說他不對 他就要改 他如果不改 變成說 你當然我們做一個聽聽 你會覺得很懊惱 這個好的政治 沒辦法做很可惜 但是呢 我希望將來 我們這個整個團隊都是一樣 都是有共識的 這共識就是說 我們在做工作中間 進行行政工作中間 我們一定要 考慮大多數的人的利益 你要說這個民眾 你這個政策出來的時候 是大多數的人 在的好處 不去考慮人 而輸人的利益 你如果是不去考慮 因為有的 我們就說 政府官員 我們的管長來說 現主席的管長 他說 對的事情不做 去做不對 為什麼說 因為這個民眾的收黃包 我們就說 我們絕對是不可以 不可以有三支手 不可以貪污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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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你不得不接受他這邊的offer 或者條件 結果呢 好的意見你就聽不下去 這就是one on 所以我們的效率有不到鐵盤 那些錢就開出去 沒有效率 沒有效率 這就是這樣說 中國美國的制度 人家說行政效率是世界價 貪污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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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 當然要適當的運用 你如果要讓別的單位知道 你當然說讓你 覺得說你有很大的這個 有相當的權威 或者你有這個管理能力 你可以公開表示你的 對這個單一部署的不滿意 他錯的地方指責他 否則的話 最好是一對一 只有兩個人知道 他錯了找過來 說你那也不對 我責備他 就責備他 讓他知道說他做錯了 或者不應該這樣子 或者不應該那樣子 有理的時候可以這樣做 沒有理由的時候 不能借體發揮 沒有理由的時候不能借體發揮 這是對象 對評刑單位呢 一定要用尊重的態度去跟他溝通 比如說我當財政局長的時候 我是希望說去救水救我一下 警察局的罰金 比如說交通違規的罰金要增加 還有環保局 環保問題沒有做好了 要罰款啊 因為這個廢水的排出 或者廢氣的排出 不會在白天你上班的時候 他在晚上的時候 七八點的時候 晚上七八點 大家都看不到 天無緣張氣的 你放廢氣沒有人知道 所以聞到味道 你放廢水也沒有人去查 因為什麼 環保局員都下班了 到天亮六七點的時候 還繼續排放 但是到上班以後呢 他就不排放了 你環保局上班以後去簽到 到辦公室簽到 然後就去查 已經都看不到了 都看不到了 這樣陽光因為事情太多了 我們希望說 環保局應該這方面要嚴格一點 晚上要派人去查 還有工務局對違規的違建的東西 一定要馬上追 追究他 我上次有這邊報告過 各位看我的台灣人去來就有看到 工務局的員工居然告訴什麼 告訴違規的工廠說 你趕快跑 跑到我們找不到的地方 通知都收不到 過三年以後你回來 你都不用罰了 好幾萬人都不用罰 有這種的完工啊 這種的工夫完 所以當然他這邊排放 到那邊又排放 到處都是無言張氣 或者到處就違建 所以平行單位一定要尊重 去跟長官去溝通 給他一個目標 給他一個目標 然後最好達成這個目標 這是溝通方面的 然後我們將來是一個團隊 這個團隊需要什麼 要團隊精神 行政人員最怕就是說 我自己自由很行啊 我有這個權利啊 所以別人的 別個單位所要求 都不願意遵守 也就是說這個團隊精神 我們看 那個交響業好了 交響業有一百多個人在演出 一個一百多個人在演出的話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樂譜配合得很好的話 做出來的話一定是不好聽 那因為樂譜都是按照這個樂譜 所以這個樂譜都是作曲家所做出來的 所以他演奏出來的時候 按照這個拍度 節拍來演奏的時候 就非常的什麼 非常的調和 聽起來就很悅耳 所以一個行政單位也是一樣 需要什麼 每一個單位都來適當的做配合 要配合的時候 每一個主管都要有團隊精神 甚至有些時候犧牲什麼 犧牲自己單位的主觀的立場 要跟別的單位去配合 這是盡量要做得比較好的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 除了我們說 自己有真正的知識 有真知著見意外 那也需要什麼 有切動的 健康的表達能力 所以為什麼我在經火神社 我們的主席說 有一個半鐘的時間 一個半鐘的時間 他說 我們大家就喝喝茶 等他們拿茶過來 然後我們大家喝喝茶 稍微休息一下 旅途勞論 我一聽到有一個半鐘頭 我就時間寶貴啊 我就希望說有長官講講話 開個頭 然後到時候如果長官都講完了 就點名的方式 就randomly就是說 隨機的抽樣幾個人起來講話 讓每一個人將來每一次聚會的時候 會戰戰兢兢 要先準備你的知識 先準備你要講的話 所以起來才不會語無倫次 或者講不出話來 這都是訓練 我看很多人當然很會講 我們同心大部分都一站起來 就能夠表達得很好 但是有些人他很有學問 但沒有說公開講話的機會 所以講起話來 有的時候會講得不太妥當 不太得體 所以需要訓練 所以當時我就想一個半鐘頭 我們大概長官大概講個半鐘頭 其他時間就點名起來 請大家來表達意見 或者他的心得 或者他的感想之類的 結果我們大概講了大概半鐘頭 那一時通話場就帶日本人來了 就是給Yu Zawa 總代先講幾句話 講到大家都很感動 截止又是福利爺 就是絕疆先生 絕疆是眾議員吧 前參議員還是眾議員 他講得讓我很感動 我整個場面就帶起來 沒有想到因為 我本來想就是我自己念不講話 結果他們一來 講到大家都非常感動 整個場面一個半鐘頭 後來圓道差不多兩個鐘頭 我們重溫利用那兩個鐘頭 讓整個氣氛帶到最高潮 所以那個早上 我們大家都感受很深 就日本人也很感動 我們那個四中廟 四中廟講的也很讓我感動 Yahoo講的也讓大家很感動 不是我們成員一百五十個 都要插眼鏈 連日本人都跟著插眼鏈 那個場面 就讓我覺得說 哇 我這個無形插流流成印 我自己都覺得很感動 自己都覺得很感動 自己覺得說 那張這樣 變成說 把整個我們四 那個二一 二三 整個三天的工作 那些精神都要帶上來 就是在那一場 這個我們在進口神社 那個一個半鐘 兩個鐘頭之內 把我們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的心意 跟日本人的心意 來迎接我們的 來抓到我們這些 日本朋友的心意 完全把它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那種的感動 那種的感心 我原本都放在外星上來 跟我很高興 跟我們說 我們是這樣子 打響第一炮 我就這樣打響第一炮 所以 這個團隊精神就是這樣出來 所以後續的工作 我們跟日本 要結合成一個日台共同聯盟 這變成很簡單 因為這些人會去說 這些日本朋友會去團 去團出來 把我們所有表現都團出來 說哇 那一個施中廟的這個法師 我會說到這樣 他說他不可以考 他是法師所以不可以考 他是佛教徒 所以不可以考 但他也說到他很感慨 他的祖先 他的先輩 在第二次的地方 讓日本人在那裡拜 他都沒來 這邊來的時候 很開心 反應到這樣 你們也在那裡靠 在那裡靠 阿雅夫說 哇 他媽媽的先輩 跟他的爸爸 他們都參加戰爭 死亡都在這裡 讓人說 哇 這來的這個 真的就是很可憐 沒有老鼻 他媽媽是很辛苦 把他們這裡 集團都集團起來 那個感受 那個感受 日本人都感受得到 所以 我覺得 他媽媽說 那邊我們不是刻意的 我是說 有人要講話 他會抓手 我就說 我請你來講話 因為那時間很遠 就沒辦法點名 我本來是說 點名 給你們大家 沒有準備中心 站起來就要講話 站起來就要講話 你就會站站起來 你就會注意 將來要怎樣 培養你自己的發表 表達能力 表達跟溝通 是在一起的 溝通跟協調 是在一起的 有了表達能力 你才能夠溝通 有了溝通能力 你能夠協調 所以這都 怕作為 這都平常就要訓練 我相信大家都很優秀 但是要發表公開一篇 長篇道路要發表一個公開演講 有些時候是很困難的 所以 你就要在你的專業 你的工作上 專業上 一定要認真去累積這個地域 地域 都是時間的累積 都是時間的累積 是長久的 長久的困難 要自我訓練 當然 我們自我訓練目標 不是為自己賺大錢 不是為自己做大股 是為台灣這個土地 為我們TC的目標 來認真打招 所以你就無我無私 沒有我自己 沒有輸出人的 這個 好運 無我無私 在這個台頭集合 每一個人都這樣 我們大家認真打招 總有一天 我們就完成我們的目標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再來 每一個政務官 不管你是聽長 還是部長 還是軍修 還是市長 還是酒長 都是領導者 領導一定要有領導的能力 要領導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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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成功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一定要連結 要青年 要青年 你青年的時候 你就在私底下 你的家庭生活 你是很節儉的 窮又欠 你公家單位做財錢的時候 做領導價錢的時候 你公家的錢 也是很窮又欠 很欠的 沒有隨便開錢 借錢要開除 要去考慮什麼 考慮說開除那個好購 有沒有那個效率 值不值得花這個錢 如果有值得 這個值得不值得 不一定你自己判斷 自己沒有辦法做 正正的判斷 要做什麼 要叫民調 你本身是要知道民意在哪裡 民間的反應在哪裡 要去做這個求 這個求本來有的喔 這個求是兩三多而已 本來有的喔 也不會說真的 可以走 而且做得很不錯 現在你想說 我必須要做四線道 本來是兩線道 要做四線道 你不能想說 我自己想說 我有錢我必須開下去 你要去問 在使用這個求真人 真人會感想怎樣 真人跟我說 不夠用 兩線道是不夠用的 而且會發生車禍 會發生車禍 會發生車禍 會擺很久的排場農 農費時間 如果民間反應說 這應該要討論 早就要討論 很久就說了 現在跟這人都不討論 OK 這就達到討論 因為如果討論的時候 他消防很大 民間的反應是很需要 我們才來做 你看我們現在的政府 不是這樣 不需要一個什麼 什麼青年娛樂館 他也開一個青年館 再來就開一個老人館 再來開一個婦女館 再來開一個婦女館 老人會館 婦女館 青年館 我在美國八年 我沒有看 他有什麼明明目目的館 你看每個都市場 有一個convention center 老中親婦女都可以來用 難道婦女每天都去用婦女館嗎 老人都去每天去用老人館 婦女館 沒有那些事情 一個convention center 有些人來用 有些年輕人 有些老婦女來用 是這樣 那是一流的國家是這樣 我們三流的國家 三流的政府的時候 他們什麼都有管 什麼都要管 結果呢 財政困難 什麼人負擔 我們納稅人負擔 這就是浪費 譬如說政府館員不薪 他的生活 不夠勤儉嘛 不夠欠嘛 所以在公家的時候 錢有 押下去不是花這些錢 都會把它花下去 所以這就是 中國美國很擁有的體制 這是中國的 中國的 政理文化 三年間兩年間的 政理文化 為什麼要做官 因為做官就是要錢 要發財 升官跟發財是連在一起的 這是最賣的政理文化 就是政府都說的 中國文化是文化的雜草 所以我常跟中國人說 免費你五千年的文化 就是這樣 再來做官要 要公正言明 你做在這裡公正言明 發生問題的心 你要去衡量 怎麼樣做 怎麼樣做是最公正的 我估計一下 這個 我們現在路走 我們現在下去的時候 走大江路下去到南竿 一直走南山路 去三角橋 三角橋 那個地方有一個清華平的土地 是河川地 有一個線鍋 郭老先生 已經四台經營了 四台經營 四台經營的時候 他要這個路 這個掛邊 要做一個步伐 把他的土地切一半 把他經營的土地切一半去 去做掛部地 然後再做路 路很快 差不多十幾米 他的土地 所以變成全六百平 全六百平 我在做局長的時候 公所 鄉公所 這個 魯署相關所 還要把他的六百平 總經營 之前 他這個 這個清華平 清華平 去給他經營去的時候 一千五年的補償會都沒有 都沒有 他要求 為什麼沒有 因為他沒有去定義說 把國有參議局登記說 他承諸 他沒有承諸 所以政府 政府認為說 他不用給他補償 就把他用了 這千五百平去用了 這剩六百平 你承諸 政策 這樣說六百平 總要他用 總要他用的時候 也沒有補償 不說的補償多少 都沒有說 要求他 他受理拿來發 不敢來 你不要記規官 民眾不要記規大官 這個局長很大 不敢來 叫一個他們家族 一個阿伯 比較有地識 比較有機會 一個社會 帶他們來 我問問一下 我這樣 你去辦成書 我幫你辦成書 辦成書 辦成書的時候 成書他幫你成書一半 你一半 要不可以做政策 治療 要不可以成功 如果不理會 然後 這樣 馬上他辦 事實上他馬上辦 六千 六百平的成書 成書 成書之後 所以他拿一半去家 不敢做總體 不敢做一半 給他治療 跟政策 這樣 所以我一次 塞塞對他過 我問過 過線 過線 這次過了好嗎 他也不知道 我是誰 因為我看他 親愛兒子 我看他在那裡 政策和治療 我就跟他說 你這樣不是選過 他說你當時來找我 我財政局長 很合理很合理 要請我吃飯 我說 你很辛苦 你這麼大便 兩千坪左右 找政策 大部分 你現在還剩這六百平 還拿一半去 還剩這三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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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治療到 政策還可以成功 我沒多久 說所說要什麼 要蓋一個 這次已經蓋好了 蓋一個消防隊 完全不想把他 不想要給他補償 要完全總體的時候 我來找我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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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開三百平 三百平開三百平 那道路邊 十幾米的道路邊 你開一平開一半 已經很燙 很燙 他說 很燙 所以 社會很多這種 下街層的人 真客氣 他說 不好意思 我開一百平 你開一百平 給你一百五萬 你開一百平 才給你五十萬的補償 結果 他老婆真的 真的拿五十萬 只要拿五十萬 他如果要蓋 蓋到要死 我兩千平 補到要再拿五十萬 打拼 死去 這個小孩 因為很操勞過度 也是打拼 癌症死去 各位 我有這個東西 我很想要寫一個小書 兩個小孩很小 要不上小學 他們沒有很散 很小 很小 很體重 都變一樣 去住廣州 這個委建 裡面 我尋找那個地址 去跟北方 去完心 過年的心 送個紅包 我看人家 去北方 找到那個地方 你看這個政府 這種行政人員 吃人吃到這個程度 他去消防局 消防隊 的辦公室 開多少 開五千四百萬 我剛才去跟他們的傳譽說 不要跟你們說 你五千四百萬 裡面 拿兩百萬火 這個過家 結果火 老人家氣死 這個旁邊 打拼死去 跟我們贏也贏死 你看 做冬的 做到這個程度 我從路的鄉的鄉長 你說一萬 跟鄉民代表 我都非常不滿 所以我們每一個 要有正義真心 這個公正的心 就是說 你要讓人有生娃 有生路 有生路 沒有人走 結果撥到這個 外面或是 兒子或是 剛才都在頭尾兩年裡面 這個家庭就破碎了 你看這個 這個科政 問一副就是這樣 就是不公正的心 我還去跟他們傳譽說 去跟他附近的朋友說的時候 我表態說 我已經離開財政局 我也要去關心他這個事情 他也覺得很感心 但是我已經無能為力了 另外 所以我先說的條件 就是要鎮定 寬風大度 大事 跟發作 沒事 小事 不要給他看作心肝 就是人跟人中的小事 不可以想說 我來補尿器那 我沒有必須 你一定要想到 我們的遠景 我們目標是在很遠的地方 我們要想到 不要看乾淨 來補尿器那 不要浪費時間 在補尿器那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了 我們秘書長 說這個對 秘書長很寬容大量 人家罵都沒關係 隨著你妹妹 我又不會死 我又不會打拼 他這種的態度 我如果是對的就是這樣 這跟我們的政令有關的 剛才大事 那也是好像什麼 我反正主主不動 我應該做的 我要教學做 現在我就是這樣 你如果沒辦法 沒辦法有添重 你如果說有個小事 就在那裡方丈 就在那裡 價格 沒辦法有添重 有大擔當的 就是 治國良才 所以我一次 第一邊看 我在2009年 九月六 第一邊看秘書長 這個果然是革命人才 果然是治國人才 有遠見 而且他們 上次很開闊 你說一般人 你這個印堂 這兩個主婦就說 很好可以做官 三個主婦 很開闊 不介紹的小事 這才是治國良才 再來判斷力要強 對或者錯 要判斷力要對 要正確 要很強 地質要很豐富 要討好一切 通曉 天文地理 歷史 都很通曉 很了解這些地理歷史 所以你這個 地理是讓你了解 整個周遭環境 像世界地理 你就知道說 世界歷史 你也知道 哪一個國家 什麼時候很強 是怎麼強 不要去看中國的東西 我現在已經 跟我的孩子說 不要去看中國 我就會輸 那都全平衡 都什麼 落後的歷史 沒有什麼特地人去看 怎麼看 歐洲 歐洲是怎麼發展起來 美國是怎麼發展起來 所以我自己另外的家 一定要躺美國史 短短兩百多年 變成最強的國家 它的憲法只有七條而已 我講過了 七條而已 可以讓美國變得很強 我們百多條 有何 沒有何 做美國憲法百多條 有何何 沒有 所以 民主黨說 我們要拜我們的基本憲法 基本法 我們也是七條 很剛好 剛才我們那個什麼 隆的基本法八條而已 等一下 我要給大家報告 隆的基本法 八條而已 我最近 這麼晚稿而已 1月15號晚稿 投票隔天 我晚稿 台灣的自治與建國 英文叫台灣兩年 這個 the self governance and common wills 和日本做幫年 我現在日本設 可能十萬元左右 加上圖 大概 大概 一百多元 不到兩百元 要不變好 文字都很好了 出口都很好了 我裡面就 有公的這些東西 就是說 不用說 法律很多 對 但是它就清清楚楚 基本形成 基本原則 放在那個地方 憲法七條 就可以抵抗 那些基本法八條 我們也可以把它農起來 創得很好 所以這就是重點 就一定要 政府官 政府官 一定要通曉死地 一定要什麼 地域很豐富 補三世 就要主修 像我補三世 我從七八月開始讀書 跟這補三世 都會在看書 每天也在看書 可以就是看書 不可以 都會是不可以 去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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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這是我們的成功的條件 再來失敗的條件是什麼 拒絕中固 忠告 人家說好的東西 你明明知道那個好的 我自己不 這種個性不好 這個性不好 他不會做一個很好的行政官 再來輕視好的建議 老後的建議的心 那沒什麼啦 輕視好的建議 任何建議 你要聽他的主流 聽他的意見怎麼樣 他的理由是怎麼樣 再來人事上良幼不分 好人用壞人 這當然是失敗的 再來就是獨斷獨行 別人都不對 幫你丟 沒有那些事情 天哪跟我們說 別人都在幫你丟而已 再來就是自誇自己的功勞 自己的長官不必跟他部署 請功勞 說啊 你說你自己的功勞 我是跟他做便宜而已 類似這樣 不必誇自己的功勞 再來就是清信殘延 別人說壞人 聽了 貪圖 金錢 貪圖 金錢 就是說不連結 再來就是要喝酒的 好食的 這都沒辦法 將你的工作做好 所以政務官就這幾個機會 這幾個機會 所以基本上政務官要做的東西很多 那是說他要調度他的資源 調度他的人力 把工作做好 這都是很困難的工作 所以不只說 我希望將來我們有一個普通 行政人員的訓練班 三個月一期的 這三個月一期裡面 我要講的是什麼 要講經濟學 要講政治經濟學 後天晚上 我要上那個臺灣的政治經濟問題的分析 這東西是全套的東西 我如果說這東西的時候 我就口墨烘灰了 不是 就這樣跟我們講講而已 要說三個三天我就說不完 所以這東西就說 我們每一個政務官要有經濟觀念 我要要求要有經濟觀念 人家單位 人家各國都要有經濟觀念 人家你才有辦法把你的資源調配好事 這人要放在哪裡 這床會要怎麼做 你就有這個觀念 這樣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什麼 做事情才會非常的機靈 他們都在這裡做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看得出來 所以你就預先準備 所以反應就很明明 時間到了 我講到這裡為止 感謝大家 謝謝 感謝 起立 講了